小天使又来咯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部 加油护晓的国产英雄电影 这位浩瀚不仅在梁山 享有赫赫为名 是排行第十四位的天商星 更是最大奖门神雪剑鸳鸯楼 丹币秦芳辣的打鼓英雄 说到这里 大家一定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吧 请大声说出他的名字 那些说李逵的小贤女 请自动立场 这就是在大重界奔走相告 让坏人闻风丧胆的福古武松 我的妈呀 国产英雄宇宙里必须有你的姓名 要说起梁山好汉里谁的知名度最高 行者武松当仁不让 他那坚定的眼神 心虚的胡叉 神乎其失的拳法 和那位三晚不过港都 深深的让人着迷 虽然坊间已经流传着 太多以武松为主角的剧目 传统的英雄故事也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老坛装心酒 也别有一番风味 而且在这部最新的电影里 你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五二郎 他身躯淋灵 相貌堂堂 饥饿如仇 除暴安良 一双铁拳 剑血风红 单枪匹马从街头打到街尾 又从街尾打到景阳刚 都不带喘气的 他是要凭以枪热血维护正义 拯救弱小 他打的不仅是拦路的野兽 更是世间的不平之势 完全就是热血漫画里的拉红男主角 你看这个考究的造型 这个高难度的打斗场面 以及这个四两拨千斤的身材 Oh my god 买它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是柯达电影 看到我这么努力